上半年最凡尔赛的发言 莫过于陈一迅卡里只剩3000万心很慌 虽然是媒体利用陈一迅两年前的采访视频都转出了乌龙 但陈一迅财政赤字的焦虑却是真的 如果你每月至少需要100万左右来维持正常生活 你也同样焦虑 2013年陈一迅在香港瘦陈山 以2.3亿港元的价格购入一套300平方米的豪宅 院内不仅有双花园游泳池 就连阁楼都十分宽敞 不过这套房子每个月的月供叫60万 除此之外父亲俩还在香港半身小路租了一套高档住斋 租金每月至少20万 在孩子的教育方面 Eason更是全力支持 女儿还在上幼儿园时 并将她送进每月费用高达4万港币的名校 妻子徐浩英更是出了名的花钱如流水 一小时就能消费80万 名牌包包秀款服饰数不胜数 近日更是在日本花雪度假一个月之久 之所以开销如此之高 也是因为Eason确实有能力赚 作为一性歌手 她的国语专辑中8张销量都过了百万 即便进入到数字唱片时代 销量也十分可观 2016年发行的单曲《让我留在你身边》 不仅销量突破500万 更是成为TQ1月首张突破钻石机唱片的单曲 2017年发行专辑C-Monee 则以超32万张的销量 成为年度华语数字专辑销量榜第4名 除此之外 她的许多经典歌曲不断被翻唱 光是各大平台的版权费就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而她多年来所接的品牌代言 也经是注入可口可乐、西门子等一线品牌 代言费便输入不费 她还曾在2013年和2015年 分别以7,010万和8,600万的年收入 两度几天福布斯中国名人榜前失名 虽然如今她的名气依旧在 但在无法开工的情况下 想要继续维持高水平生活 确实压力不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